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討論 究竟使用華為手機的時候 如果遇到WhatsApp有訊息延遲的話 可以怎樣解決 首先先討論問題起因 其實華為手機會偏向把App關閉 連WhatsApp也一樣 所以待機的時候可以省電一點 當然有時候我們需要收到WhatsApp的訊息 原來華為裏面有AI學習功能 它就會學習你的使用習慣 如果你的生活習慣是穩定 用機的習慣也是穩定的話 它會掌握到一個時間 就是你睡覺的時候 它就不通知你 但是你醒了的時候 或者你通常會碰到手機的時候 它會自己 開通知給你 當然這個好不好呢 見仁見智 於是今天就教大家 去設定一下 令到你的WhatsApp 或者其他App 完全不會讓手機 要睡覺收不到訊息 即是24小時都收到訊息 現在方法很簡單 我有一個中文的機 設定了英文的機 一起進行 先去設定 去設定之後 我們就找 這個應用程式 找完之後 就選擇這個應用程式啟動管理 按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找回我們需要 去設定那一隻App 譬如 我們找WhatsApp 我們找WhatsApp 這樣才算 這一隻 現在你看到它開了一個按鈕 就代表自動管理 也就是說有機會 手機 就把WhatsApp 就 sleep了 就收不到訊息 可能到你開著機 才給你通知 我們做法就是 不要它的自動管理功能 之後請這裡 要選擇 手動管理之下 我們需要開了這三行 包括 讓它自動啟動 另外讓它第二次自動啟動 最後 允許它在背景 運行 也就是說 即使我們不用部機 放在這裡 WhatsApp 都可以繼續運行 於是它就可以收到訊息 大致上設定到這個位置 是未完的 當然你其他App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設定 設定手動 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要做多一個設定 也有很多朋友 不知道或者忽略了 所以最後 就做不到效果出來 我們一直都是要back 最後我們去回電池這裡 一直拉到下面 就看到有更多設定 上面這個確保它一定要開 你部機睡著了 連線都要開著 這樣WhatsApp 才可以成功地收到訊息 以及即時去通知 這個設定 以及個別App的 剛才那個設定 都要做起 做起之後 其實已經沒有問題 我初步測試過 2019年 或者去到2020年的華為機 大概設定了這個位 和剛才那個位 就可以 成功地收到訊息 當然 也有些朋友反映 不是100%可以的 其實這個問題 就不只是華為的機種會出現 你用其他的Android機 都有機會 WhatsApp有時會 沒有通知 這個就是WhatsApp 自己那方面 可能間不止 有些問題出現 但大致上 設定好了之後 就不怕沒有通知 另外 電郵這裡也是一樣的 你想電郵 長期都通知到你 就要 去設定 跟剛才設定WhatsApp的方法 是一模一樣的 其他App都一樣 譬如你聽一些收音機的App 電台的App 就很重要的 那你 跟著我剛才那個方式 去設定了電台App 就不會播播一下 突然間沒有了 否則播播一下 是有機會 突然間 我電台App 沒有了 那我今天的教學 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 或者覺得 這段影片 都幫到你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 Like 另外 記得去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旁邊 通知那個鐘 下次就會繼續 看到我的影片